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华卉 要是你家里面有玉树或者是不死鸟 也可以尝试一下嫁接长寿花 因为长寿花和玉树还有不死鸟同属于景天科 所以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嫁接的 而玉树和不死鸟的根系比较发达 生命力也比较顽强 在嫁接以后,一个是比较容易管理,不容易烂根 再一个是可以做到在一棵上面可以开出多种颜色的花来 接下来咱们就讲一下玉树和不死鸟嫁接长寿花的操作方法 首先要准备一个一年生或者是一年以上的玉树 把它那些比较嫩的枝条和叶片全部给它去掉 保留三个枝条可以嫁接三个花色 在嫁接以前,需要先把刀片使用酒精削下毒 然后把接口给它削得平整一点 要是刀具生锈或者是不干净 很容易引起伤口感染,导致嫁接失败 我们先来嫁接一个普通的红色品种 选择的长寿花枝条需要拔木质画 长度控制在10公分以内 枝条的下端最好有一个枝节 因为在这个位置,玉核组织生长得比较快 如果是用来牵插的话,这个位置生根也比较快 把枝条的两端分别削成一个斜口 斜口的长度大约为1到1.5厘米 把上面的叶片摘掉一部分,不要保留太多 如果是叶片太多,就会消耗更多的水分 在嫁接以后,就会降低成活率 大概保留2到3个叶片就可以了 要是有花苞,或者是带有叶芯的也要给它去掉 如果是不去掉的话,继续开花或者是继续生长 也会消耗更多的养分 在嫁接的时候,嫁接口需要留白 所以说,这个坡度最好再长一点 然后把玉树的枝条从上往下给它劈开 深度大概为1.5厘米 为了让长寿花的枝条比较容易插进去 我们需要把这个切口切成V字形 也就是把枝条给它劈开以后 再从切口的旁边斜斜的切一刀 再检查一下插碎 要求两边的斜度要一致 另一边的斜度看起来明显的短了一点 需要再重新修理一下 如果是有毛测的话也要修理干净 然后把这个插碎对转一边这样插进来 要是结碎和针末的粗性不一样 千万不要夹接在中间 像这样有一边对齐就可以了 记得长寿花的切口需要留一点 不需要完全插进去 也就是所说的留白 这样在夹接成果以后会长更多的愈合组织 夹接口也就会更牢固一点 然后使用夹接袋或者是保鲜膜给它缠紧 尽量的缠得紧一点 包得盐一点 我的夹接袋在上一次用完以后 不知道放哪里了 现在找不到 所以使用保鲜膜先临时给它缠一下 在夹接完以后一周之内不要给它浇水 更不能淋雨或者是喷雾 放在通风好 一两处养护 要是十天以后 长寿花的叶片不发黄不尾黏就算成活了 使用不死鸟夹接长寿花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 欢迎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